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敏感 关心 菩萨 孟格萨 感恩十方三十一切 祖佛 佛萨及龙天无法 感恩恩师 卢娟 龙台长 师父 师兄们好 学佛改善了我与家国的关系 把我重复师会的东北武 变成了孝顺的小猫咪 婚后家国想给我一规矩 希望我温柔闲淑书 乖乖听话 有时没事找事给我的 麻烦 我可不服 我来自东北沿边 那边的人很会打架的 东北武就是给我们起的名字 很快我就开始反战 家国毕竟年龄大的 吵不过尾 心力焦脆 最后一个星期 他给我50心理 说这个星期表现真的好 没有吵架 当时我不但不羞愧 还觉得挺痛心的 吵架还有钱啊 那时觉得家公家婆都不是我亲生父母 没有打心理想过对他们好 即使家公是很疼爱我的 学佛后师父的很多图腾食品都讲 要尊敬老人 孝敬父母 我也明白了这些都是前世的冤解 都是因果 我的心开始慢慢地打开了 尤其是念了经文后 加持力很大 我的思维完全转变了 我觉得我五个生了四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现在还总要看我脸色 我不该这样 我要对他们好脸 于是我就跟先生一起开始孝顺他们了 一次念经的时候 感觉到 让我赶紧去看家婆 我推开他们房间 看到家婆的中风倒在地上 小编在铺子上 我赶紧和工人一起帮他清洗 给他洗 第一次 第一时间让先生打电话 叫救护车 如果不是学佛 我一定会嫌弃他的 学佛了 我知道 我要发自内心地对人家好 我一起跟着去了医院 当时我看家婆的眼神 从她的眼神里 我读了出来 她没想到三次关头竟然是我在她身边 后期我去医院照顾她 我很担心 因为她73岁关节 我怕她没命了 就好好地照顾她 即使一直到她出院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她女儿 感恩佛法净化我的心灵 让我懂得尽孝道 在工作方面 学佛后 我求菩萨 帮我安排一个离家境的工作 后来在菩萨的加持下 真的找到了 走路几分钟就到 我是幼儿教师 到了学校不久 就碰到了个园 校长总是挑我毛病 同样的是 别的老师做都是对的 我做就是错的 本来仨个人的工作量 因为我值班 就只放两个人 我觉得委屈 每每东北谷的脾气要发落实 我都想起自己是学佛人 要忍 可是 真的做不到 不生乏人 只能生人 那忍得真的要有内伤了 最后我就选择辞职了 校长也没想到 他找我癫痪 我哭着诉说自己的委屈 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错了什么 最后他说他错了 还挽留我 但我还是决定离开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不久 他突然中风送去了医院 我很后怕 我们前世一定有冤解 因为忍辱 我没有给恶鬼成熟的机会 不然很可能 我会跟他大吵大闹 他被气得中风 我就会惹上官司 师父说 吃亏是福 忍辱可以化解 人间恨不冤假 忍辱可以让你自己逢凶化吉 佛法让我在人间 让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在化解人间安怨 慢慢表却成员 不再照星夜 如我的分享中 有任何不无理不无法之处 敬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请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 今天我的分享结束